据爆料在1990年4月24日凌晨 娱乐群的朋友约刘嘉玲一起打麻将 赴约路上被黑社会绑走三个小时 三个多小时后刘嘉玲重新出现 称歹徒主要是劫财 然后将她放回 十年后香港《东周刊》在封面上 醒目地看出一张女性的半裸照片 该期杂志立即被抢口一空 因为人人都知道 那就是当年失踪三小时里的刘嘉玲 对香港知名艺人刘嘉玲被黑道拍裸照事件 传言是刘嘉玲拒绝某位影剧黑道大哥 要拍三集片才遭绑架拍照 陈灰敏说是他去摆平这件事的 他最清楚这些传闻都是假的 具体真相如何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年后刘嘉玲有一件事 令大家深表疑惑 至今未有人弄明白 梁朝伟与刘嘉玲2008年7月21日 两人正式决定结婚 但有趣的是距今1900年 案里应该有一个小孩 但刘嘉玲的肚子迟迟没有反应 网上流传 之所以不要孩子 是因为刘嘉玲年少生活深迷 阴久不离口 就算实行人工受孕 仍相当棘手